健康早上開始 大家好 我是威靈藥師 憂鬱常常會合併幾種不同的症狀 其中一個就是疼痛 像是肩頸痠痛或者是頭痛 舉美國為例子 在美國大概有90%憂鬱症的患者 同時有疼痛的情況發生 這些疼痛的位置常常出現在 頭、頸、背以及腹部的情況 其實疼痛的控制對於憂鬱症的緩解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憂鬱症可能會惡化疼痛的情況 而疼痛可能會讓患者無法參與日常生活的活動 進而降低生活品質 進而造成憂鬱的情況更嚴重 在以前只要遇到憂鬱、合併、疼痛的情況 醫生常常會開立三環抗憂鬱藥物 但是因為這類型的藥物 具有抗膽鹼以及鎮靜的副作用 進而影響到它的使用 而今天介紹的藥物很特別 它不只可以作用在血清素上 還可以作用在其他的神經傳導物質 所以不只可以緩解憂鬱 還可以緩解疼痛的情況 這個藥物叫做千優解 千優解Symbalta 學名叫做Deluxetin 在台灣常見的劑量有30毫克以及60毫克 千優解是由里萊藥廠所推出的 分別於2004年以及2007年 與美國FDA核准用於廣泛性焦慮症以及重癒症 另外很特別的是 千優解也可以緩解某些特定的疼痛 為什麼千優解可以緩解憂鬱症也可以控制疼痛呢 那今天我們一樣分成三個部分 來跟大家聊一下這個藥物 第一 千優解吃進身體之後會產生什麼樣的作用 第二 千優解的適應症有哪一些 第三 千優解有什麼樣的注意事項以及副作用呢 雖然按照訪單 千優解可以緩解憂鬱以及疼痛的激轉 目前並不清楚 但是醫界普遍認為這與千優解可以控制大腦的血清素 以及正上線素的回收有關 它可以增強大腦血清素以及正腎上線素的作用 這類型的藥品我們稱為 血清素及正腎上線素回收抑制劑 英文簡稱為SNRI 各位應該有發現這個藥品特別的地方了 之前介紹的藥品像是黎優 它比較專一的作用在血清素上 而今天的藥品它除了可以作用在血清素上 也可以作用在正腎上線素上 所以可以緩解憂鬱 同時可以緩解疼痛的情況 像是纖維肌痛症 這邊稍微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纖維肌痛症 我們可以把身體分成 左上、右上、左下以及右下 只要這四個向線同時有疼痛的情況 而且疼痛的時間持續了三個月 並且我們已經排除了其他可能會造成疼痛的因素 這種情況就可能是纖維肌痛症了 纖維肌痛症是一種很主觀的疼痛 也就是你覺得疼痛它就是疼痛了 原因並不是很清楚 可能跟大腦的神經傳導出了問題有相關 纖維肌痛症跟情緒、睡眠品質、精神狀態有關係 所以如果你有憂鬱、注意力不集中 或者是失智的情況 也可能會有伴隨纖維肌痛症的狀況 所以前後節的適應症就是可以緩解中癒症、廣泛性焦慮症 以及糖尿病所引起的周邊神經疼痛 有的時候也可以緩解關節或者是肌肉的疼痛 但這邊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使用了一到四周之後症狀改善的話 不可以隨便停藥 還是要按照醫師的指示 繼續服用才可以 至於服用前優姐有什麼樣的副作用以及注意事項呢? 因為前優姐也同時具有正腎上腺素的活性 所以在使用的時候可能會稍微增加血壓的數值 但這部分影響不大 只要定期監測你的血壓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年長者或者是有在服用利尿劑的朋友 在使用前優姐的時候也要稍微留意一下低血鈉 以及姿態性低血壓的情況 如果有頭暈、頭痛或者是跌倒的情況發生的話 一定要跟醫生反應 另外服用前優姐也曾經發生過像是肝指數上升 或者是影響到性生活等 如果造成這些情況的話 也記得回診與你的醫生做討論 跟其他抗憂鬱藥物一樣 在服用前優姐的時候 有可能會造成自殺的念頭提高 所以自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身旁的人也要留意一下這種情況 如果發生的話 也記得要回去跟醫生做討論喔 其他不良反應 像是頭暈、頭痛、影響到睡眠、多汗 也都是常見的情況 另外提醒大家 在服用這類型的藥品 如果覺得狀況好轉了之後 不可以隨便停藥 以免會造成其他的不良反應發生 整體來說 現在的抗憂鬱藥物 不論是SSRI或者是SNRI 安全性都比以前提高了非常多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按照醫生的指示服用 如果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覺 可以找醫師或者是藥師做諮詢 最後幫大家總結一下 千尤姐SIMBALTA 學名叫做DELUXETIM 是一種血清素 及正腎上腺素回收抑制劑 因為同時抑制了血清素 及正腎上腺素的回收 所以可以緩解憂鬱 以及疼痛的情況 注意事項包含了低血納 甘子素上升 影響到性生活 或者是造成自殺的念頭上升 那今天我們就聊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歡迎訂閱留言分享 我是威廉藥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sizes 叫做寒冷是反反 有車 加速收抑制 差不多 也 May